尾巴衝突呢 目前以色列对加萨也发动攻击 就是希望来攻击歼灭哈马斯武装组织 但是现在外界就认为说 人道救援人道物资是没有办法进入加萨的 不过现在美国白宫也说 以色列现在终于同意了 每天会暂停四个小时的北加萨行动 这四个小时呢 就是让民众可以从两条人道走廊 由北往南逃走 而暂停的时间呢 则是提前三个小时来公布 那我们知道尾巴衝突其实到现在 死伤非常的惨重 我们看到以色列已经有1400个人上升 240个人被俘虏 而再加萨呢 已经有1812人死亡 而这当中呢 有40%都是儿童 那当然现在各界就希望尾巴衝突赶快停火 现在美国中情局CIA呢 跟以色列的情报机构 也在卡达的首都杜哈 跟卡达的首相来会面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卡达跟阿拉伯国家 还有西方世界的关系都还不错 而且卡达也过去曾经从中斡旋 所以他们现在也在讨论 释放人职的可能性 而另一方面呢 也有80个国家的官员跟组织 现在聚集在巴黎 就是要协调对于加萨的人道援助 但是我们知道说 虽然说加萨现在可能可以短暂的停火 但是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就说了 除非人质有获得释放 否则要停火是绝对不可能的 暗夜在袭加萨 白天炮火不停 以色列对加萨地区狂轰滥炸 持续超过一个月 终于渴望缓解 白宫释出好消息 以色列终于点头 将开放两条人道通道 让加萨北部民众往南撤离 拜登更加码宣布 援助加萨的人道物资 将增加到每天150辆卡车 与哈马斯同为伊斯兰武装组织的 圣城旅也递出橄榄枝 日前遭哈马斯绑走 故事被母亲画成漫画的 12岁以色列男童 还有一名以色列女子可望获释 尽管在国际过旋下 以色列和武装组织双双释出善意 但要不要停火 纳坦雅鼓立场丝毫没动摇 停火协议还需努力 以巴冲突和时落幕 依旧是未知数 TVB的新闻会宣布导 好我们要先谢谢观众朋友 GCOP Ashley后援会的会长抖内给我们150块喔 他说 来人帮我给全台最可爱的主播 他最喜欢的我 新衣宝宝宝一贯牛奶 然后他问说 这个Morleen是不是也是给牛奶经济喔 因为我刚刚要买牛奶 但是实际上钱少了7块钱喔 那我们谢谢会长的抖内喔 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来关心 尾巴冲突的最新状况 我们知道10月7号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呢 尾巴冲突正在持续 而且现在有可能有新一轮的冲突喔 地点在哪里呢 地点就在以色列南部的城市 这个埃拉特喔 这里有什么特性呢 其实他非常的靠近红海 红海其实就是这一块地方喔 那他是以色列如果要穿过红海 非常重要的商业门户喔 所以呢可以想像这个地方 其实他有非常高的经济价值喔 但是呢现在呢 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的叛军 也就是青年运动呢 他们11月9号呢 就向以色列南部发动了各种 一连串的弹道飞弹 而且他们也声称这一次的命中 军事行动是直接的命中 也就是有成功突袭的 那么包含了学校 也预期有数十个学生 幸好他们是没有受伤的 那么其实现在以色列呢 也非常积极的在红海这里 来部署相关的军事行动喔 因为其实过去呢 青年运动也有多次的发动攻击 不过以色列有用他们的 箭式防空系统呢 成功的拦截喔 那我们看到说 我们刚刚讲到以色列南部 现在有可能沦为一个 全新的冲突地点喔 包含像是以色列的水域 现在每一艘船呢 他们需要付的战争保险费也提高了 就是保险公司提高 因为保险公司觉得 这边现在变成了高风险区域 所以这几周呢 保险费飙升了十倍 也就是航程的成本 每一趟大概会增加数万美金 这是非常高的成本喔 那我们其实知道 以色列其实在周四的时候 他们也突袭了约旦河西岸 攻击捷宁难民营喔 巴勒斯坦人就控诉喔 这一个这一次的 以色列突袭行动呢 已经造成了18人死亡 甚至穿上媒体背心的记者 也受到波及喔 但以色列则是强硬的回应喔 他们这是展开反控行动 垂雷瓦斯接连述发 以色列大军出动 袭击约旦河西岸大臣雷马拉 这场袭击导致18人死亡 巴勒斯坦人愤怒举行葬礼示威 控诉以色列袭击捷宁难民营 在内多个约旦河西岸的城镇 以色列军方被控 凌晨2点发动突袭 还出动推土机 推平所有障碍 大规模破坏水电网路 医院内涌入大量伤患 就连身穿媒体背心的记者也受伤 只能就地接受治疗 对此以色列表示这是反恐行动 西岸说预袭的不止捷宁难民营 其他难民营也被攻击 从约旦河西岸到东耶路撒冷 据统计约300个违法定居点 也让联合国人权机构出面谴责 担心局势很可能进一步升级 TVB的新闻组合报道 好我们要再度谢谢观众朋友 Villian Share他说今天有人请饮料 有人请牛奶 那他也赞助我鸡排鸡 祝我周末愉快 也祝大家周五晚上周末愉快 那我们接下来来关心 我们知道美军其实这一次 在尾巴冲突 他们也是非常的小心谨慎的 他们现在驻伊拉克跟叙利亚的部队 在过去24小时内 就发生了四起的袭击事件 造成了三名的美军受伤 我们来看到 包括像是在伊拉克的摩蘇尔大坝 美国的伊拉克反恐部队联军 就遭遇到路边的炸弹袭击 有一辆的车子毁损 另外他们在这一个阿萨德 还有哈里尔空军基地 也遭到无人机的侵袭 但是被防空系统给击落 不过燃料库有起火 幸好没有人受伤 另外他们在叙利亚 东北部的绿村基地也遭到火箭弹袭击 美军两次 而且就造成三个人受伤 那当然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武装分子 有可能对美军来进行攻击 但是其实在袭击之前 美军才刚空袭伊朗的武器储存区 他们说这是为了要威哲激进组织 尸体指敌对的行动 但是现在他们有统计 从10月17号开始 美军已经遭到46次的袭击 总计已经有56名的美军受到伤害 那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的媒体 其实在尾巴冲突的报导 也是非常的进行激励 像是他们CBS的电视台 这一次也跟随以色列的散兵部队 进到加萨地区 在过程中他们也看到 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军人 在学校的地道当中爆发激战 那对于战后的加萨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也说 他说他们不会占领 但是对于加萨地区 必须要有非常可靠的部队监管加萨 坐在战车上从第一人称视角挺进加萨 美国CBS电视台记者 跟随着以色列551空降旅的散兵部队 来到加萨东北部的贝特汉诺镇 这座城镇在冲突爆发前 有6万人居住 但如今放远望去却空无一人 一片死机 因为你看 哈马斯正在使用基础 我说 刚才10分钟 我们有一个严重战争 与哈马斯的团队 同样跟随以色列部队进到加萨的路透社 则直击以军激烈作战画面 以色列总参谋长也再次全副武装到加萨前线 向官兵信心喊话 以军持续加大攻击力道 加萨至少三家医院 包含西法医院 周五又遭遇大规模空袭 西法医院外的民众 被爆炸声吓到一边金声尖叫 一边拔腿逃命 以巴冲突导致至少150万加萨人流离失所 大批居民继续往南加萨撤离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接受福斯新闻网专访时松口说 战后以色列不会占领加萨 不过纳坦雅胡强调 必须要有一支可靠的部队 会进驻加萨 来确保不会再有下一个哈马斯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今天的TVBS看头条 我们来聊到的是10月7号 哈马斯突袭以色列 当时以色列的引以为傲的防空系统 甚至情报单位全都失灵 完全没有预料到 但是现在呢 亲以色列的媒体监督团体 他们就发文指控 有四名的自由摄影记者 分别是纽石CNN 美联社跟路透社的记者 他们竟然在哈马斯突袭的当天 就出现在边境的区域 执疑他们早就知道 哈马斯10月7号会发动攻击 认为他们可能跟哈马斯有协调 所以才可以出现在哈马斯的领土内 那么现在呢 他们就认为这四名记者 其实已经引发了严重的道德问题 以色列也致函要求这四家公司 澄清要澄清这四名摄影记者的行为 那么现在呢 这四家媒体公司也迅速的发出了 声明强烈的反驳这一份报告 认为他们是没有的 不过其中有一位记者呢 因为他被拍到 曾经跟哈马斯的领导人有合照 所以现在美联社跟CNN 也宣布要跟他断绝往来 好那我们来看到 其实上周末 尾巴冲突发生以来第一批 从拉法撤出来的外籍人呢 现在也发现 有台湾的医生在名单当中 他是领口长庚急诊室的医生 洪尚凯 他其实呢 在7月的时候跟着无国界医生 到那附近协助相关的医疗 没想到就碰上了尾巴冲突 我们TVBS呢 也独家的访问到他 他也说在离开的过程当中 目睹非常多让人心酸的画面 像我到现在我刚才走来的路上 我听到那个乡行车关门的声音 那个就很像飞弹之前 要爆炸之前的坠落的声音 我就还是会吓到 经历了26天尾巴战火的颠沛流离 洪医生心中留下了大大小小的伤口 我们还很多认识的朋友同事 无国界医生当地的同事都放在里面 会有一种 有点像幸存者的罪恶感会开始出现 你就会觉得说 你现在在这么安全的环境 你可以选择你要吃什么 有干净的水 会有点不安 去年7月以无国界医生救援人员的身份 来到加萨医院的急诊室协助 位在北部的印尼医院 就是曾经洪医师每天忙碌的地方 协助建立减伤制度 邀在一片混乱当中 寻找出让更多人获得诊疗的方式 但10月初这场攻击 打破正在简易之叙 不论是北部的印尼医院 还是中部的西法医院 都遭到以色列军方指控掩护哈马斯 35件医院当中有18间 因为战火停摆 就死扶上的地方 更成为攻击目标 每天耳边都能听见死亡的声音 在加萨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 就是他们人死掉 特别是这种因为冲突而死掉之后 他们会排着大体 然后围着医院游行呐喊 那你在我们那时候无法出去 可是你在里面就听得到 西法医院传来很频繁 很大规模的这些呐喊 五国界医生的团队被迫展开撤离 洪医师也进入联合国提供的安全地点 但大批人潮加上外籍人士的身份 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之间就经历了五六次的转移 甚至还有长达两个星期 都是在完全没有遮蔽的户外空间度过 顺利挤进第一批三百多个准时撤离的名单当中 洪医师跟着团队来到加萨 以及埃及的边境关口拉法 更目睹各种让人揪心的画面在眼前上演 有妈妈他就抱着自己的小孩 就希望你把他带走 他知道自己走不了 但是希望有没有可能 就是你带着他的小孩离开到安全的地方 对啊 那个很揪心 你知道不可能 但是你就想算说 因为到底是什么样的痛苦 让他妈妈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加萨人的茫然 更是压在洪医师的心头会知不去 看着面对家园毁坏亲人失去音讯的母亲 抱着刚出生的宝宝 坐在角落不知所措 各种版杆交集 让已经习惯用理性思考的洪医生也红了眼眶 你就会觉得就是 就是 你 就身为人类的医院 为什么就是会 他会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对啊 就算他真的最后很幸运很幸运地活下来 他也是一片废墟 然后可能充满仇恨暴力 对啊 就觉得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 让这个事情 让这个世界变成这样子 洪尚凯说 这些加萨民众怕的不是缺水缺电的恶劣生活 或是面对伤痛 而是怕自己就这样被遗忘 但根据吴国界医生故 虽然加萨有超过两万多名伤患 无法接受医疗援助 吴国界医师组织强烈呼吁 立即无条件停火 让人到救援进驻 无数的故事才能继续谱写 属于加萨人的故事才不会被遗忘 TVBS新闻综合报答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